指揮中心25号宣布开放18岁以上成人可以预约后补施打残忌 消息一出各县市都出现了抢登记潮 有第一线的诊所医生就说已经有五六百位的民众来预约了 而且还不断的有人打电话来询问 这样的状况也对第一线造成了一些困扰 一早就不少人跑来或打来问诊所 纸条本记载了密密麻麻的民众电话 都是要预约疫苗残忌 金城医师说电话已经被打爆 这个一个公布其实是一下子冲得太快了 过去我们就说大概一到七的都可以用残忌 现在他把它扩充到无限远了 就变成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用 政府其实应该是把这个优先制度 再往下延伸一两级就好了 那他把它一下延伸到18岁以上 就等于全部的人都有资格了 就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接这个残疾的电话 那事实上我们登陆了说五百五六百个人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残疾之乱 政府从决定开放太慢 到现在一次大开 缺乏妥善规划 第一线医护常常被误会被骂 所谓开放残疾是指施打单位 每天最后一瓶疫苗的残疾 来源可能是有人预约了没到场 但疫苗开瓶后六小时内要使用完 避免浪费就得赶快找人施打 或者是一瓶疫苗可以打十人左右 若有残余 利用精准技巧抽取 原本打十只可能变十一只 政府得让民众明白 这是可遇不可求 并非几率很高 而有些县市更怕残疾成了变相特权 如此动辄得救的担忧 就是因为这些日子以来 有疑似特权插队打疫苗的事件 还有台湾施打疫苗排序的公平性议题 你去看所有的国家里面 除了一开头的时候 可能为了要说服老百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总统或者是总理 甚至于英国女王 他们来做示范这样子的 那是可以的 但是其他的人都会照一个顺序 基本上就是年龄 或者是重大的所谓的 他有重大的病的时候 优先来增加他的抗体 但是我们台湾是得天独厚 是很奇怪的 怎么会想出来呢 用官员呢 那他就用了一大堆防疫人员 安全人员等等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都是他们自己在定的 施政风认为 如总统可以示范施打疫苗 让国人安心 但不是把一堆官员列进去第二类 催切名单是谁又不公布 以英国来说 第一阶段施打优先顺序 第一类是养老院内人口 和照顾他们的人员 第二类是80岁以上长者 和第一线医护 第三类是75岁以上长辈 第四类是70岁以上人口 和临床上脆弱的人口 像是重大疾病者 再按照年龄依序打下去 很多先进国家 都是将老人和重大疾病患者 优先列入施打 因为他们最容易重症和死亡 而不是以工作种类 和社会地位为考量 台湾的疫苗政策 被认为在撕裂社会 现在又有Delta变种病毒的侵袭 这一支印度猪 跟原来的英国猪 再多变了两三个未典的地方 所以可能跟英国猪比较像 那目前的疫苗的保护力来讲 不管是大部分现在的疫苗 都是原来武汉猪 当作蓝本去做的疫苗 不过对英国猪之前 就是我们现在讲阿华猪 其实效果都还不错 跟原来的没什么差异很大 那这一次印度说基本上 从免疫学上做实验室以外的地方 在做的看起来 效果只差一点点而已 不会差很多 特权人士打疫苗 官员放前面打疫苗 国际疫苗采购不足 都加深社会的不信任感 想打疫苗残疾 或许就是民众 想要公平性而不可得的恐慌 TVBS新闻 柯顺岑王毅杰特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